接下來中國當然不會像10年前那樣 讓你自由出入 它又要自己的貨幣政策要自主 它又不可以讓你自由出入 它就唯有什麼? 唯有美元對人民幣貶值 因為這個它沒有辦法控制到 你既然選了資金不讓人出入 你也都要放棄那個匯率政策 就是一定要透過貶值才令到 對沖美元不斷流走 這個是一個大的經濟和金融 model裡面的一個學問 這個叫做三元撥論 就是我們叫做三 impossible trinity 這個也是沒有辦法的 任何一個國家的金融和經濟制度 不能夠三樣東西都同時可以有 又要自由出入 又要貨幣政策住址 又要那個回率穩定度 是一個好像聯繫回率那樣 那你三種你只可以選兩種 這個就令到中國呢 現在面對的挑戰它已經理順了了 它一定是限制人民拿錢走 這個就一定是必然的 那它也都看著經濟 因為它要貨幣政策自主 它就可以有機會減息 去維持國內的內循民的經濟 那唯一的犧牲呢 就是人民幣的幣就不停下沉 這個看得很清楚的 如果大家都還不醒覺的話 那沒有人救到你的了